很多的庄友在练习站桩站了一段时间以后 出现了一个胸闷一个身体不适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又如何去解决它呢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经常有站桩的爱好者问我 飞飞老师我站桩呢 我自学站桩站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挺好 但是呢我感觉到胸闷气短头也不舒服 那么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说 你站桩是刻意追求呼吸了 他说对啊不是站桩要求呼吸吗 我说也对呢站桩的呼吸是有讲究头的 但是不是说你刻意追求的 咱们的桩是一个内加的东西 他需要呢跟他老师去系统的去学习 这样呢才不容易走偏造成你身体的一个不适症状 比如就是这个呼吸的问题 也是很多庄友追求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练习比如这是混元桩 练习混元桩这个呼吸呢 是一个逆腹式的呼吸没有错 但是对于你初学者你的庄稼结构都没有 你还没有达到呼吸的这个结构 你这时候一上来一站桩 哎我就要求吸呼觉得呢 哎是不是很神奇是吧 你看我一吸我一呼我一开我一合 就是追求这个造成的 那么我们这个呼吸呢 如果你刻意的追求 你的结构没有达到 你就刻意的追求这个呼吸 就会造成呼吸呢 在胸腔憋的气在上面漂浮着 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个不适的症状 那么还有的庄友呢 就是说比如站这身的混元桩 要求的是沉肩坠肘 没有错 那么这个沉肩呢 其实也可以说是松肩 你不要一问的我沉我沉我沉 这人呢都弯曲了 就是说松的是过度了 那么混元桩呢 讲究的是沉肩坠肘 沉字就是松肩 一定要有的先往外打开 你看肩先往外打开 再往下松 就是说好比呢是一个衣服架的 你先把它跌溜起来 然后呢还往下松下来 如果你没有跌溜起来 一味道往下松 那么这时候呢 你的结构都弯曲了 所以说我们站会员桩 你看先把它打开 就跟我们的衣件一样 先把它垫下来打开 然后呢肩往下放松 这样去站桩 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 我们练习站桩第一就是养生 通过静态的一个运动 点燃身体的微循环 让它运动起来 达到我们的一个气血的畅通 起到一个养生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练习装功 有了太极拳的拳架结构 也有了捧进 那么身上呢也有了气感 有了内气 这是我们练习装功所追求的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讯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 装功功化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